这也是要求运动员在六个组别上都不能有难点 起码不能有明显的难点 曹元和张燕泉 一个来自北京 另外一个来自广东 在上一套结束之后 曹元和张燕泉是排在第一的 刚刚这个动作 后面的三个分数给了曹元的技术分 还是相对要略差一些 曹元和张燕泉也是在伊林考台的好手 都是取了最高的难度放在自选当中 非常的轻巧 这一动作只有3.2的难度 两个人在去年的世界杯赛上 代表中国队第一次参加世界三大赛 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那自此之后呢 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 这队也是收获金牌 85.44 火量和秋波在这一套102.6的 下面是曹元和张燕泉 5分 7分 6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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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分 6分 5分 7.5 7.5 8分 7.5 7分 7分 5.6分 对于这点呢 国际组练也是在今年这个赛季 有了一些新的调整 排判是只打两个人的同步分 而绝不考虑动作的完成质量 也就是说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 两个人都不够的情况下 也是有可能会给到8.5分的时候 也要考虑动作的完成质量 上一条之后排在第4 入水的效果稍微差了一点点 水花起来一些 但是两个人的同步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 起跳 翻腾连接 打开 入水 都是完全一致 97.20分 447.36 排在第4 火量和秋锅 473.25 5-5 4 5-5 5-5 4 4 1-6 4 1 7